正好赶上学生放学,这公园漂亮吧 尔湾这个小区好久都没出这样的房子了 是什么样的房子呢,跟我来看 大家好,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Chris Leo 这里是一个小街的尽头,孩子在这里玩都可以 因为这里不会走车 在这个房子是一个边户,旁边就是这样的公园 多了一面,没有遮挡,非常的舒服的一个位置 从窗户看出去就是这样的绿地和树 这个房子呢,也是大家都喜欢的风格 还是实材的外立面 这还没上市呢,刚刚收拾好 一进门呢,左手边就是这样的一间卧室 带一个卫生间,给这间卧室用的 你看窗外都是绿色的,漂亮吧 这边呢,是一个卫生间,里面是带洗浴的 能看出这个房子做了很多升级 连这个门都是带镜子的这种 这还有个发光的楼梯扶手 这边呢,是一个储物间 再往前走,就是它的大客厅和厨房 这台面都是包起来的 它把院子也包进来了 所以它这个客厅会显得很大 天花板呢,上面都做了贴边 你从视频里就能看到,这个采光非常非常的好 找个沙发坐下,咱们看看它这个空间的这种感觉 你看它这个沙发可以坐一排横的 两排树的,可以坐好多人呢 而且你看它这个空间感,是不是挺舒服的 它把院子包进来以后,这外面就不太大了 但是呢,放个烧烤台,放个圆桌,放几把椅子都没问题 这个厨房还有这么大个储物间 可以放不需要冷冻的东西 上二楼了,二楼这个大客厅漂亮 你看,这客厅是不是挺大的 而且窗外都是绿的 我个人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舒服 这边呢,是它的大主屋 还做了吊顶 这房子挺多升级的 你看着不起眼,其实还是比较贵的 这个窗外也是绿的 挺好看,这边呢,是它的主卧的大卫生间 两个水盆是分开的 中间一个大浴缸 前面一个湛浴 然后它还有一个步入式的这样的一个衣橱 它是一楼一间卧室 二楼三间卧室 所以总共是四间 这边呢,是它的洗衣房 柜子水盆都有 还是挺宽敞的 然后这边是一个卫生间 这边是两个卧室 这个卧室呢 它得拉着帘 因为外面的阳光是比较强 打开以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小阳台 可以站一个人 看看外面 这边呢,是它另外的一间卧室 这个房子的位置很好 离学校和公园都很近 而且呢,它又是一个边户 外面是公园 同时呢,它又位于一个非常安静的街的尽头 它把这个院子包进来之后呢 室内是大了 但是外面就小了一点 舒适度和装修是很棒的 我来好练的 我来好练习的